娱乐圈有这样一个人 她看起来永远是那般的优雅之性端庄大气 她曾是一个时代的女神 她的典雅一时无双 她既是清纯如水坚强善良的冯澄澄 又是俏丽无比千娇百妹的苏蓉蓉 更是优雅大度温婉可人的白素贞 她就是不老传奇赵雅之 1980年民国爱情枪战大戏上海滩横空出世 风暴席卷全亚洲 所到之处无不形成一股上海滩风潮 这部剧不仅捧红了周润发 也让赵雅之成为了羽翁名权 李思琪 黄淑宜齐名的四大当家花旦之一 在80年代 赵雅之连续多年被评为香港十大电视明星金球奖 很多人对她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白娘子传奇了吧 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都是无数人心中的女神 赵雅之17岁那年 梦想着环游世纪的她正好碰上航空公司招聘 怀揣着梦想便去面试 面试非常顺利 如愿以偿地做了空姐 19岁的时候赵雅之在母亲的支持下 去参加了首届香港小姐的选美 可惜最终只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绩 比赛结束后她继续回去做空姐 但后来赵雅之厌倦了这种飞来飞去的生活 于是便辞掉了这份工作 辞去工作后 正好有人来找她做节目主持人 于是她便开始专心向演艺圈发展 这个时候的赵雅之并没有急于求成 但似乎一切都水到渠成 饰演员这口饭不仅需要天赋努力 还需要运气 显然赵雅之就是一个幸运的人 之后每拍一个角色都成了当时的爆款 后来的经典 而说到娱乐圈抗老第一人 赵雅之绝对算一个 即使如今已到了奔期的年纪 仍有一颗爱美的心 每次亮相打扮的又没有时尚 简直活成武林后的骄傲 积极的心态 不老的容颜这些都是她的标签 最重要我觉得是一个 要有一个乐观的心态 乐观积极 年龄对赵雅之来说真的只是个数字而已 别看已经奔期的年纪 体态挺麻身自优美 衣品更是令人称赞 此前赵雅之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一组照片引发热议 照片中赵雅之上身穿了件红色T恤 穿搭很有心思的她还在T恤外套了一层白色薄纱 一下将一件普通的T恤变得又少女又仙气 下身白色破洞短裤 搭配白色棒球帽加墨镜 乍一看简直就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小姑娘 这样的赵雅之你能想象已经快七十岁了吗 而尽管已经到了奶奶级别的年纪 但赵雅之的心态还是相当年轻的 敢于去挑战年轻女孩的审美 短裤就是她最喜欢的单品之一 不得不说赵雅之这衣品真的很好 虽然看起来十分简单 但穿在身上时尚感满满 近距离看赵雅之的脸几乎也没有岁月的痕迹 好看的一塌糊涂 超高颜值和衣品简直可以秒杀不少年轻女星 更让人惊叹的是赵雅之的身材 修长又白皙的腿实在太令人羡慕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短裤太短的原因 赵雅之全程一直拿包包挡着 有网友看后调砍道 为了美为了修长腿 赵雅之也是很平衡赶穿了 近几年赵雅之也时常会出现在一些综艺上 每次出现都是魅力四射的 不过因此也受到了一些质疑 有网友表示人都快骑时了 皮肤真的能一直保持这么紧致吗 甚至有网友直接扒出了赵雅之的一些生图 从原图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今修图中赵雅之的皮肤紧绷其实不是这样的 反而松松垮垮 尤其手臂上还有褶皱痕迹 眼尾的皱纹就更不用说了 本来就受的她就显得更加明显了 确实不得不承认 生图里的赵雅之没有精修图那么美 但毕竟快70岁了 能保持这样的状态已经很难得了 同年龄的人比起来 我觉得我还不错 非常不错 不是还不错 如果和同龄人相比 她的美应该更明显一些 而且赵雅之五官本身就很漂亮 岁月虽有痕迹 但女神气质犹在 所以站在聚光灯下也会觉得容光缓发 加上赵雅之素来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 她从不刻意追求青春永驻来掩盖自己老去的事实 在现实生活中仅可能优雅 这大概是赵雅之的追求吧